今天介紹的這間店鋪是隱藏在橫街宅行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它會失手埋懷自己 一點內涵都沒有 它的內涵可以說是深不見底 而且出來的食品質素都非常高 細緻位也有很多 一齊試試今天的餐廳 先說明這間餐廳其實是一間外賣店 雖然隱藏在橫街小巷裏 但它的出品絕對值得介紹給各位澳門市民 一開始不如先試試他們的小食 首先就是這個酥炸香茅雞翼 店主說它是用香茅和青檸汁醃了一晚 再抽真空鎖味 榨出來的時候已經聞到很濃的香茅味 雖然它是榨物 但因為它有放青檸汁 所以少少酸酸微微的後勁 吃下去又不覺得很油膩 再來就是這個月亮蝦餅 它在醃的時候一樣都是放了檸檬汁和青檸汁 雖然它薄薄一塊 但鮮蝦味就非常突出 令到我一塊摺一塊吃到停不了口 只吃小食又如何夠油膩 當然要介紹這道套餐給大家 當然這個套餐可以分兩種 一種就是單點 一種就是套餐形式 套餐形式有甚麼呢 像這個一樣 這個就是配一個沙律菜 再加一個主食 這個可以配薯條 看大家喜歡的 究竟你是想吃薯條 還是有一個沙律菜 再加一個湯 每一個湯都不同 今天我嘗嘗的是西蘭花湯 不只是打碎西蘭花 加點水變成湯那麼簡單 它有很多肉融在裡面 還有西蘭花的融 入口之後有一個四顆的感覺 口感挺特別的 而且味道很濃郁 這個挺好喝 好了 我們開始嘗嘗這個 輕食少少的東西 就是湯士 這個湯士 真真真真 我就叫了 哇 超厚的 這個就是Mozzarella的 肉醬芝士湯士 怎樣呢 整塊是超級厚的 哇 怎樣吃呢 一口一口 口感真的超豐富 你說它輕食嗎 我又覺得很重口味 為什麼呢 因為整個湯士超級厚 而且呢 咬我各位 整個邊是脆的 脆得很鬆的 不是燙得很乾的那種感覺 而且呢 那個芝士 再加上肉醬的味道 挺濃的 而且肉醬是用一個全牛肉的 不是混合肉的 全牛肉 意味著整件事是很重的味道 牛肉蛋或者是忍住 嗯 少少的酸酸 但是整件事是很合格的 大家吃過肉醬意粉就知道了 肉醬拖鞋 我覺得 真的很適合那些 胃口比較細小小 但是呢 又想吃一些 那麼多重口味的 就可以試試這個了 好 慢慢升級下去了 接著就到這個了 這個呢 之前一陣子 快餐店就很流行的 用這種方式的 這個就是一個漢堡 但它不是一般的漢堡 它是用米飯做的漢堡 這個就是日式肥牛飯漢堡 有些什麼呢 表面就是用日式做法的飯糰 中間就是用牛板件做的肉 當然 混合一些很特別的醬汁 還有一塊的菠蘿 下面就鋪了些菜 再加上飯 整件事 非常之豐富 我買了 它有日式做法 所以飯糰 飯漢堡 其實是有點醋的 酸酸的感覺 有點像我們吃壽司 但是它用了牛油 將兩邊煎到香 煎到脆 中間你猜不到 牛板件 裡面的醬汁竟然是酸酸的 反而菠蘿的味道是甜甜的 真的反過來 真的顛覆了我一點的想像 而且這個醬汁 不會太鹹 或太酸 或太重口味 反而整件事非常之夾 每樣東西都中和得很厲害 而且味道 一口口下去 真是定順 要來多第二口 吃了這麼特別的食物 不如嘗試其他 如果大家想再輕鬆一點 不如嘗試沙律 這個沙律 我覺得很特別 為什麼呢 首先這個餐 就跟了沙律 這個餐廳的樣子 裡面同樣都是用唇蝦去製作 而成的 只有蝦 有些是切碎 有些是打成蝦膠 就變成了蝦布 炸得非常鬆脆 這個是厚版的 我們剛剛吃了一個薄版的 嘗試一下 真材實料的炸蝦布 外脆 內軟 而且很濃很濃的 滲下的味道 當然要試這個螺絲粉 大家不要誤會 不是我們吃平時 最近很流行的螺絲粉 這個是真正正的螺絲粉 先試一下 它是用千島醬混合在一起的 千島醬 感覺上是酸酸甜甜的感覺 所以吃完之後 個人都很開胃 而且配合剛剛的菜 本質的沙徒菜 就會跟一個沙徒醋 如果大家不喜歡點沙徒醋 整個菜 拌在千島醬裡 可以游過 這樣的話 可以中和蝦布 剛剛說到的 因為它始終是炸的 有一點扭扭的感覺 當然 我覺得蝦布完全不扭 很看過環境的喜好 試完這個之後 如果吃螺絲粉不夠飽 試一下這個 這個就是菠菜雜菌焗薯 試一下味道 它焗到皮是焦脆焦脆的 很棒 哇 它有些什麼呢 它有些煙肉 蘑菇 菠菜 我覺得它的材料很豐富 為什麼呢 它是鋪到滿了 所有的味道都給焗薯 吸收精華 大家留意一下 但是它這個菠菜雜菌焗薯 其實味道不是很濃 很濃烈的味道 所以它的鹹味 感覺上就是煙肉 帶出來的 鹹鮮的味道 所以配上焗薯 就是一流 嗯 煙肉 芝士 鹹鮮 再加薯 簡直是天生一堆 吃完四個 這裡比較 標誌性的食物之後 我覺得 大家應該最未看夠的 不如試一下這裡的甜品 再來 不如試一下它們出品的蛋糕 這個海鹽焦糖芝士蛋糕模式 其實我個人 就不太好甜品 但是這個味道 就是超出我的想像 雖然有焦糖 和芝士在這裡 但它就加了海鹽 這個秘密武器 令到整個蛋糕 不會過甜 還有海鹽咸香的味道 和焦糖的甜味相撞 出奇地 有趣 又出奇地夾 不知不覺 想吃多兩口 最後 喝完這一杯 迷人拼荔枝 這一杯 除了荔枝味之外 其實還有少許 玫瑰的味道 用來清清味蕾 簡直是一流 今天介紹了這麼多好食物 喜歡的話 就打一個電話來 或者是用手機的用程式 下訂單吧